豬湯完之後 那些還是有暖暖的豬雜 就會立即送到這裡 賣給我們這些這麼餵食的人 本身其實我們在沙灣古鎮那一邊 凌晨還有一個行程 在那邊吃凌晨才吃到的豬雜粥 但是由於剛才的雨勢實在太大了 我們全身都濕了 不單是人都濕了 就連機器都濕了 那些器材都濕了 所以我們決定還是回來酒店這一邊 手作休息和整理一下裝備 整理完之後 我又看過天氣報告 就說今晚應該不會再下雨了 加上現在其實就只是8點而已 距離凌晨還有一段頗長的時間 由於昨晚乘車出去伊昂商場的時候 就有經過過一條步行街 而這條步行街距離我們住那裡 走過去其實只是十分鐘路程而已 而且那條步行街看起來似乎是非常之旺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決定趁這一段時間 還有兩、三個小時就過去那邊走一走 大哥,來到好像不太對路 有什麼不對路啊 為什麼這一條步行街這麼多的車行 哦,是給一些車來步行 哦,難道是一個潘雨特色的步行街 今天的行程非常之豐富 終於來到今天最後一個行程了 就是來回沙灣古鎮附近 一家名會是聯峰美食 吃這個潘雨最出名的豬雜粥 據聞這裡附近是一個豬的圖房 豬湯完之後 那些還是有些暖暖的豬雜 就會立即送到這裡 賣給我們這些這麼餵食的人 餵食仔 但是呢,暫時還是還未有得吃的 當然現在是10點48方 現在出去看到外面的廚房 是什麼都沒有的,全都吃光了 而剛才有問過那些小姐 她說最新鮮最新鮮的豬雜 是要11點兩個小時才來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等多20分鐘 才有得吃 是啊 好長啊 好細小一點 這樣夠不夠? 三個人? 差不多了 我們來之前有做過功課的 上網看過其他人拍的片 很虛陷的 剛剛一答正11點 零分的時候 我聽到大姐跟隔壁桌子說 貨到了 然後我們馬上去百米菜炮 吃點東西而已,是不是這麼辛苦 拍到第三位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可能因為今天是平日 沒有想像中那麼多人 豬雜來到之後 其實就要自己拿著牌走出去 然後拿著盤子自己去夾豬雜 其實都有10款左右的豬雜 有豬天梯 豬舌後面的軟瓜 其實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大腸啊 山腸啊 好像你那樣的粉腸 什麼粉腸啊 死了啊 有豬養輸腰 基本上你能說出那些豬的部位 都找你在那裡 能夾到的了 其實這裡的豬雜 主要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竹 一個是鐵板 他剛才有問我們是不是要這兩個做法 放完豬雜之後 在這裡撩了整個鬼啊 看到什麼0.4 1.8 不知道寫什麼的 醫生看完病 都寫了 不知道寫什麼 我才去找的 剛才叫了阿姐 幫忙拿了一個豬餅腸 大哥 這個鐵板主集來了 我們來試一下貨 認認認貨可以嗎 我吃個豬天梯 我最喜歡吃豬天梯 據問這裡 如果平時星期六日來 最快被人搶完的就是豬天梯 好吃 他夠新鮮 零歇彈牙過人的 是很脆 我也做到大排檔 鐵板的味道 他有一點點焦的 有一股焦香味的 生腸 新鮮的生腸 不知道跟我們平時在香港吃的街邊生腸有什麼分別 彈牙 不是像香港的生腸一樣 只有一個爽 吃到一點雪藏生腸 吃不到的那股味 豬香味 我覺得鐵板的黑椒汁做得不錯 去一些扒房吃的那種鐵板 那個黑椒汁再清爽一些 因為有時吃牛扒 倒出來的黑椒汁 太濃稠太稠太辣 但這個呢 是配上生腸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剛剛少少的黑椒味 調一調它的鮮味出來 試這個豬養腸 跟澳門不一樣 捲起來 好像豬腸粉一樣 這個就是做成一包 好像一塊布一樣 包成蛋包飯的形狀 廣州式補拉腸 廣澳應該都很少見這隻 怎樣去看這個粉漂亮不漂亮呢 我自己就比較重視豉油多一點 豉油不是單純豉油 它有花生油 沒有澳門那種紮實帶硬的感覺 我覺得是另一種吃去撕壞的感覺 但它滑起來也有一點點韌性 不像我鄉下的炒皮腸粉 就純粹只有一個軟 這隻就略為有一點點煙韌的 而這個滋潤呢 我覺得滋潤是剛剛好熟的 甚至是帶一點氣沙 尤其是很新鮮的滋潤 比起我們平時在外面吃的那些 滋潤的香味會比較重一點 整體來說是挺好吃的 好吃到不能停止口的感覺 因為它滋潤的醬油真的挺好吃的 對 真的挺好吃的 最後就試這個山滾豬雜粥 其實它的豬雜也不是亂來的 某些豬雜就只用來做鐵板 某些豬雜就只用來做粥 它會分為你配搭 你只是配搭你喜歡吃的材料 它用你剛才因為我不會配搭 叫少了生腸 它會幫我自己補一條生腸 還有它會建議你叫雞子 但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兩個都夠補 對 夠補 我們是孖補 這個粥裡面有滋潤和其他腸 這個粥是很綿的 我之前吃粉腸吃到橡筋那麼硬 咬不開 但這個我開頭吃蛋牙的 咬了幾下又不至於像橡筋一樣吃 也吃不到下肚子 而且它最好的地方是完全不苦 平時我吃粉腸最怕的就是吃苦的粉腸 有些粉腸很苦 真的苦過苦 苦過涼 這個我真的完全不苦 一點苦味你也找不到 洗夠乾淨 洗不乾淨就會有 再來試買豬腰 切到很大片的豬腰 有沒有騙味 沒有 它洗得很乾淨 這個是我們之前被人擔心 這麼新鮮 會不會洗不乾淨 但是又真的洗得很乾淨 剛才我看到廚房的壓者 用水龍頭大肚子的豬雜 都洗得很乾淨 原來這裡還有 我剛才還沒煮之前我分不住 煮完之後我發現 跟我在順德吃過的竹腸 是差不多 什麼竹腸 竹腸其實就是餵對落的那一節小腸 我除了在順德見過之外 香港也甚少見到 甚至深圳也甚少見到的人 這裡又有得吃 難怪我沒見到 好 好 好吃過順德的 真的特別爽脆 重點就是它會有一種 好像爆汁的效果 爆完出來之後 你會吃到一種 很重的油脂香味 還有它爽得來 又有些彈牙 又很喜歡咀嚼的 你越咀嚼越香 如果不是你介紹 我今天都分不清 這個普通腸和竹腸的分別 都挺好的生意 這台是直接排到在門口 我們這次是三個人來吃的 剛才的豬閘配了大約兩斤左右 份量又剛剛好 而買單的價錢 連賣碟10元的一隻腸粉 總共是162元 陽均消費50多元 而且味道真的不差 但是三個都可以 足夠以上 而且這東西我想在香港真的吃不到 你說在香港哪裏找到這麼新鮮的 還要這麼多款式的豬閘給你吃 是啊 所以這間店真心是值得推薦給大家 現在已經吃到12點半了 我們就準備回到酒店 我們第二天再見 拜拜 好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回到廣州市中心附近 看看廣州的叉燒和腸粉 和香港的有什麼分別 如果想看上一集 日投行程的影片的話 Youtube的朋友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G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